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把我们曾经读过几十遍的范围简略的说明 这样可能获得的不是很多 所以既然要查考就查考的透彻一点 既然要透彻呢 自然这个进度就缓慢 但是小弟相信这样对大家 相对于赶着讲会比较有造就 对我本人也是一样 那我们现在先来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二章 在开始之前 小弟先 直接念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这是耶稣基督给两千年前七教会的第一间教会的书信 先把内容小弟念过一遍 我们再来讲述里面的要分享的部分 第二章第一节 你要写信给以辅所教会的使者 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 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倦 第四节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这七节来做整个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的结构分析的说明 因为这第一封信的格式啊 其实接下来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封的格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内容有所不同 但是它的格式跟编排都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启示录二章一节 这就是每封信的信头 信头就是信给信的一开始的地方 所以就第二章第一节的前半节来讲 这里记载了记录源 就是你要写信给 你啊 你就是记录源 我们一开始第一堂聚会就说 使徒约翰啊 他不是启示录真正的作者 他其实是一个战地记者 那启示录真正的作者呢 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啊 启示录是谁的 耶稣基督的启示 真正的作者 真正的版权拥有者 以今天的话来讲 是耶稣啊 不是使徒约翰啊 使徒约翰就类似今天 我们有些在写书的方式一样 诶 由人家去采访 帮他打字出来 做编排 可是这本书写的不是关于 这个记录者的事 也不是记录者自己的文字跟话语 而是原来那个陈述者 这是讲话的人 他所讲的 有些传记是这样子的 包括不止已经是传记的题材了 现在有些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书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不是使徒约翰的启示哦 那使徒约翰只是一个记录者 给他写下的人而已 好了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 一开始每一封信都是这样 你要写信 约翰基督只是这个记录员 就是使徒约翰 你要把他记录下来 那写给谁呢 第二个就是受信者 所以受信者就是第二章第一节的后半节 一定是某某教会 就是我们讲在当时两千年前 在时间地理上真实存在的地方教会 但是在地方教会 为什么只挑出这七间呢 我们上次讲了嘛 这七间教会的分布是怎么样 就在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国度 如果我们回去Google翻土耳其的地图 发现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土地啊 有点像类似长方形或梯形 就各位的位置看过来 这个长方形 大概七八点钟的方向 也就是这个土耳其啊 大概是西南边海边这个区域 这个区块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七教会的位置 那七教会从以福所教会开始 一直到第七间教会 它就类似是一个时钟的 七点钟方向开始顺时钟跑 九点钟方向 十一点钟方向 一点钟方向跑跑跑 刚好顺时钟到第七间 我们在这个地理上有概念 可是选出这七间 不是只有这七间 有优点跟缺点 那其他的教会呢 耶路撒冷的教会呢 安提亚的教会呢 还有罗马的教会呢 那为什么选出这七间 原来有渊源啊 因为当时使徒约翰水岸 被放逐到拔摩海岛 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之前 他就是在牧养整个七教会 这个地区啊 也就是亚西亚地区的教会啊 这样大家知道吗 所以使徒约翰被放逐到 拔摩海岛之前 他就是在牧养 这个七间教会的一个牧者 如果以外教会的制度来讲啊 三间教会可以有一个主教 有听过主教吗 不是主教在那喊教的啦 主教啦 episcopos啦 就是在上监督的牧者 所以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屈负者啦 如果是外教会或天主教所谓的主教 现在我们台湾七个教区的屈负者 大概就是主教啦 所以约翰长老那个时候 就是以辅索地区的主教 以外外教派的那个组织制度来看 就是今天的屈负者 那所以用他所牧养的 他当时所生活这个地方 留下了这样的七个书信 那后来我们新约圣经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新约圣经所谓的新约圣经 旧约有39卷 新约有27卷 总共66卷 这新约27卷里面很多的书信 其实后来都是以辅索众教会保留下来的 不只是启示录哦 新约里面很多的书信 然后后来经过一次大公会议才把它定为正式 我们现在新约圣经的27卷 所以有这个渊源在 那这期间两千年前在时间地理上真实存在的教会 也是使徒约翰牧养的教会 主耶稣借着这个记录源就是这一位牧者 写给这七间教会指出他们的优缺点 以及是给他们应许跟启示 来作为给所有教会 已经不只是七间教会 因为七是一个完整数 在圣经里面是完整数 所以七就是所有的教会 不只当包括当时所有的教会 其后的教会 也包括今天跟在今天之后 所有神的教会 都在这七教会里面 所以这启示录是写给谁的 就是写给我们的 就是写给我们的 好那这个受信者就是某某教会 其实也是给我们在座诸位诸圣徒 我们弟兄姐妹的 那接下来呢 二章的第一节的最后 说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好每一封信都是这样子 记录者先讲 受信者再讲 接下来呢 讲发信息者 所以一直在强调啊 不是那个你要写下来的你 是谁在讲的呢 这里讲 是那一个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是他讲的 那这个对照前面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前几节已经讲过了 这个就是那个向人执者 也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讲的 那每一封信的信头 讲到这个发信息者 都再次用一个 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 小弟讲自我启示可能我们一些同源不太懂啊 启示就启示什么叫自我启示 我解释一下 启示我们前几堂讲过 启示 启示录的启示啊 在原文里面就是打开啦 打开的意思啦 用台语与传神啦 启示啊 不要讲得这么高深莫测啦 启示的意思就是扛开啦 希腊原文就是扛开啦 什么叫扛开 原来就是砍掉了嘛 什么时候砍掉了呢 古语的时钟砍掉了啦 你听着就听着了啦 旧约时期 这个启示是隐藏的 叫做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然后那新约来呢 耶稣基督降临啦 在释下真理的圣灵 让我们明白他一切的话 然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藉由记录者使徒约翰 记录下 这以后必将要快成的事 包括给七教会的内容 好啦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揭开来了 揭开给谁呢 揭开给世上的人 更精确的讲是 揭开给神的众仆人 这是第一章第二节讲的 最精确的讲是 打开了什么人看 本来整个都砍掉了 砍几千年 像万年的 像我们时间到了 就什么砍掉 这就是启示 启示就是揭开啦 揭开给谁 揭开给神的众仆人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别说两千当千那些人 不是就是我们 好那 这个揭开啊 这是耶稣基督揭开的 所以发信息者 自我启示 我小弟刚刚讲 什么叫做神的自我启示 哇 听起来高深莫测 再讲白话一点 就是神向我们 如何揭开他自己 白威仪就是这样说啦 这样听到有没有 自我启示 好像很高深莫测的神学名词 你不要这样记 你记到什么 哦 团德说 什么叫做自我启示 就是神 如何向我们 来打开他自己 那再换一句 更白话的 让我们认识 耶稣基督啦 这叫自我启示 因为只有神自己 能够打开他自己啊 神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呢 所以旧约的诗篇说啊 在海里 在云里 在哪里 你要是找都找不到啊 神要隐藏起来 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神学主题 叫做神是自隐的 有听过吗 神会温重自己啦 啊神要温重哦 你打算命找找 十四人你也找不到啦 虽然没有十四人 这就有事啦 那神就是 让我们来找到他 这就是他的慈爱跟恩典 来显露他自己 让我们能够跟随 不然哦 你跑得再快 再用喷射机 你也跟不上神啦 因为神无所不在 到处隐藏啊 所以隐藏的事 是属于神的啊 有没有 明显的事才是属于我们啦 也是旧约经文啦 可是神却让我们能够看到他 还能够跟随他 还能够认识他 这神故意的啊 他本来跑得日光还快 但是他故意停留啦 妹咯 新约希腊文 住在我们前面啦 跟我们同在啦 这是他的爱 因为爱我们 因为孤怜我们 所以这个启示大家知道了啦 经过今天这些简介 什么叫做启示 就是打开啦 神的自我启示 就是让我们认识他啦 但是我们还是用一般基督教 在讲的这个名词 叫做神的自我启示 我们讲回来哦 从二章三章 就七封书信 每一封的信头 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我启示 总共有七个启示 那这个启示 那这个启示加上前面第一章 我们前两天讲的神的 向人指责耶稣基督的实权形象 其实有些是重复的 这七封信头的七个自我启示 有些跟那个实权形象是重复的 有些又是加强说明 他是相关联的啦 所以主耶稣一直希望我们 记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一直希望我们很清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好这就是信头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第一封信来讲 每一封信都有一个信头 就是记录源受信者 发信息者 那本文 接下来就进入本文啦 本文以第一封信的本文来讲 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 这一封信的主要内容啦 叫做本文啦 第一封信的主要内容 就是启示录二章的二到六节 那这个每一封信 它的格式也是一样的 本文的格式也是一样的 总是有两个 第一个叫做我知道 每一封信的本文 一开始一定是我知道 好了 那各位弟兄姐妹 你就知道是谁知道啦 是谁知道 耶稣啊 不是使徒约翰啊 是耶稣知道 我知道以这个作为开始 我知道什么呢 接下来就在讲 我知道教会实际的状况 好那实际的状况 接下来通常就有两个部分 这个教会好的部分 就是优点 或者还有软弱不足的部分 就是他的缺失 我知道 知道你的优点 知道你的刚强 我也知道你的缺点 我知道你的软弱 好接下来就是我知道本文 那本文的第二部分呢 先讲我知道 每一封都是这样 接下来呢 我知道之外 如果只有我知道 那不是跟我们这些吃瓜民众都一样吗 小弟讲吃瓜民众 你们听得懂吗 这是现在的 可能 我们在中阪时代 还不知道 又是吃过季的 吃过季就是旁边看虚的 公园啊 这样听得懂吗 现在你看电视 新闻 好多吃瓜民众 意思我不知道吃什么瓜啊 是香瓜还是西瓜啊 不是啦 吃瓜子 克瓜子啊 克瓜子吃西瓜 香瓜随便你 反正就是在那边 看新闻 看大家在评论啦 还是什么政治评论节目啦 说到五四三 你又说到嘴巴 心中都听着了 也没有人是你的英雄 就个吃瓜民众啦 不是哦 如果只是我知道 就变这样子哦 可是每一封信的后半段 在讲什么 这个耶稣说 我知道你这间教会的 好跟坏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 每一方牌的后半部分 就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只是啦 只是好的要保持下去 要保持下去 不好 你要干净 改 你怎么改 这样了解吗 七封书信全部是这种格式 好那指示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每一封信 都有一个结论 以第一封书信 给以福所教会的书信来讲 这个结论就是最后一节 二章七节 所以信头只有一节 第一节 二到六节是本文 第七节就是结论 结论是什么 也有个固定的开头 叫做圣灵说 不是一封乎七封乎 这封乎的结论开始来 就是圣灵说 本来是我知道 所以你要 接下来呢 最后圣灵说 说什么 就是得胜者的应许 败败了 败败过什么 败过这种信用的政策 好了 你这次遇到这些事情啊 你有刚讲 你有软弱 但是最后呢 如果照我的指示 你真的胜过啦 成为得胜者啦 在信仰上 已经通过这些试炼啦 继续保持圣洁 完成了我要你维持的样子 我给你的应许 你将来会得到什么 你将来会得到什么 母纪红皮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讲一次 一开始就是受 就是记录员 受信者跟发信息者的 自我启示 信头 接下来本文的部分 一定是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教会的好跟坏 接下来再指示 好的要保持 不好的要改进 最后的结论就是圣灵说 圣灵说什么 得胜者的应许 好 这就是戚风书信 狄本雄二三章 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轮替戚戚风书信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一封书信是写给乙福所的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 各位手头上的讲义 小弟也写得比较详细 因为这个基本上Google 或者外面的一些试经书 或者是有关于圣经背景的 这些死地的书籍都会记载 所以简单很快地讲一下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所以乙福所包括七间教会 都在现今的土耳其 土耳其的国土有点长方形 那土耳其面临了三个洋 土耳其的北边是黑海 土耳其的西边是爱琴海 南边是地中海 土地蛮大的 不像台湾这么小 那他所接的爱琴海 就是个土耳其 现在土耳其国家的西边的爱琴海 其实就是我们知道 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 东边呢 东边接过来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 所称的小亚细亚 那小亚细亚 就是今天中亚的 包括中亚的各小国 包括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伊拉克 叙利亚 这都所谓的中亚 或小亚细亚的部分 都是在现在土耳其的东边 那乙福索 刚才小弟讲过了 就在现在土耳其国度的西南边 接海的一个海港 大家面前如果有一个时钟 大概这个时钟的七点钟方向 七点钟方向就在这里 乙福索就在这个地方 那乙福索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重要的海港 也是交通要道 在当时两千年前 乙福索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 第四大城 是一个人口蛮多的地方 那当时的第一大城 当然就是首都罗马 第二大城就是北非的亚历三大 本来就是在埃及的北边那个地方 第三大城就是 第一次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那座城市 哪座城市 安提尔 第三大城 那第四大城 就是现在我们在看的乙福索 那这个乙福索在当时啊 因为他非常的繁荣 又是交通要冲 又在于这个 所讲的亚细亚 这个地方 所以又被称为亚洲之光 奇怪我们认为的亚洲 不是应该是 到东方来了吗 可是当时就罗马帝国来看 其实已经过了爱琴海 靠东边这个地方 所以啊 所以啊 如果是这个想法 大家想一想哦 以罗马帝国两千年前的位置 他一定罗马把自己当成世界中心 大家能够理解吧 以罗马来看啊 包括伊拉克叙利亚 今天这些地方 也就是亚兰国 包括菲利士 包括耶路撒冷 是在亚洲耶 我们不要以现在的地理观念想啊 小弟在讲什么吗 对啊 是在东方 以罗马帝国来看啊 耶路撒冷城算是亚洲耶 东方之城耶 这样有理解吗 这样一想 有时候你在想 今天讲的东方 亚细亚不是 不是应该是属于大陆或台湾 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吗 不不不不不 你是用现在的地理观念想啦 因为在两千年前 这一座以罚所 对我们来看这个已经西方到西方的哪边去了 对不对 他们把它称为亚洲之光啊 这样就清楚了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东西 要把我们的那个时空观念 拉到两千年前 你才能够理解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那其实就他来讲是东方 今天这个东方当然一直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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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这边来啦 我们这里是真正的东方的 东方之东啊 才是现在所谓定义的亚洲 那当时以罗所 我们知道它是第四大城市 这个以罗所这个地方 我们要对它的地理跟当时的城镇的一个背景做一个介绍 才能理解在提示里面所讲 它的优缺点有时候是相关的 所以在以罚所这个城市里面 以罚所的名字 以罚所这个称呼啦 在原来的意思叫做可爱慕的 刚才讲嘛 它是第四大海感 很繁荣 加通药葱 又称为亚洲之光 所以它的 Ephesim 就是可爱慕的 所以这座城市在当时 罗马帝国也是被珍视的一座城 那这个城市里面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神庙 这个我们在读 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八节 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翻 我写在讲义里面 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八节 也就是讲到了 当时在以罚所当中 这个神庙叫做亚迪米神庙 亚迪米神庙 公奉的叫做亚迪米女神 有点像我们现在台湾的 新港北港 公奉的就是妈祖 女神 所以当时以罚所当中 最兴旺的神明是亚迪米女神 那亚迪米女神有另外一个称呼 叫做大母 大母这样听到吗 很大的母亲 最伟大的母亲 当时希腊人说到外国人 我看待这个亚迪米女神是大母 那个地位跟妈祖是一样 所以当时有一座雕像在这座城里面 那大母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这个神明代表的就是多产跟丰盛富裕的象征 那这座神庙相当的宏伟哦 这座神庙后来是成了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即使现在已经生下遗迪啦 所以在以罚所城内的这个亚迪米神庙啊 你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看到 那个骚乱事件啦 说几大堆都没说到他的建设 结果我们今天都在说他的建设 因为它是世界七大奇景 为什么七大奇景 这座神明有120根很大的 很大的圆柱 每一根哦 我不要说用公囚啦 大概差不多十八公囚馆 五层老家的官都啦 120根大圆柱 每根都是五层楼房 你想啊 最近半年不是那个建筑工资高涨吗 如果现在来要120层楼的柱子 将平均叠出来的 这只是柱子而已哦 还没有包括里面的屋顶雕像跟什么东西 你就知道的 耗资巨大 南瓜都震射很多的外邦人啦 可是呢 虽然这个是亚迪米神庙在以罚所城里面 却在后来主后两百年被火烧掉啦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宗教存在 那那个以罚所城里面 有没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 有 因为他是一个交通要冲嘛 所以两千年前的以罚所城 住了一些以色列人 那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本来是犹太教 可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发现 这些在以罚所城里面 那些犹太教的信徒 其实也已经歪了啦 歪掉啦 他所作所信的也跟原本的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你看哦 连犹太教那么严谨的宗教啊 有没有 到他们贝鲁归回之后 整个以色列人对信仰的观念变得非常的畏惧神 非常的守律法 所以才有我们知道的有什么文士法利塞人嘛 这样子到这子到那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有没有发现 可是即便这么严谨 有这么多教规的犹太教 传到了以罚所这个地方 也变形啦 也变态啦 怎么变态 从使徒形状那读得出来啊 所以你看那里面的以色列人啊 那你想什么 他们还念咒感鬼 有没有 苏东云团 我们没那些啊 这都当你打过了 那些犹太教的人 以色列人还念咒感鬼 诶 念咒感鬼是犹太教的仪式吗 是以色列人的仪式吗 没有啊 本形状啊 有看到吗 所以你为什么使徒形状记载这个 一方面是当时的现实 二方面要讲说以罚所这个地方 我一方面来看很可怕 他的宗教文化影响很巨大 连犹太教这种东西到那里 都会被影响到变形 变成念咒感鬼啊 那基督教怎么在那边生根发展的呢 这是神迹 这是神迹 所以使徒形状讲的圣灵形状 都记载了很多的文字 关于在以罚所的发展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以罚所教会的建立 圣灵怎么在以罚所这地方建立教会的 其实跟保罗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节 我们要赶快讲过去 这个就不翻了 是在保罗第二次海外宣道的末期 从哥林多那个地方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途中 在路上发生的 从哥林多 哥林多就是在土耳其在过去的希腊 希腊中南方的一座城 要透过土耳其 经由以罚所在回到更东方的耶路撒冷去 第二次海外宣教 要回去耶路撒冷回家的时候 途中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事 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告诉我们 在哥林多保罗遇到了亚基拉百居拉夫妇 那就开始一直坐帐篷了 那本来因为要走 所以因为主的指示 就在哥林多多住了一年半 在哥林多传福音 也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后来因为有了所谓使徒行传里面的躁动事件 因为要抓保罗嘛 要抓保罗 叫做躁动事件 所以保罗与亚基拉百居拉夫妇 后来就又到以弗所了 往东边 过了海到以弗所 到这个海港 本来要到耶路撒冷 那后来呢 保罗急着要赶回耶路撒冷 就把亚基拉百居拉夫妇 留在以弗所来宣道牧羊 后来保罗先离开了 这记载使徒行传十八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 留下来的这一对很虔诚的基督徒夫妇 就是亚基拉百居拉 他们在后来遇到了亚波罗这个人 对亚波罗有印象吗 亚波罗这个人 然后听见了就把亚波罗接来 将神的道讲得更详细 所谓神的道讲得更详细 就是我们新约圣经 以及我们现在常讲的 叫做全辈的福音 完整的福音 可能亚波罗他也对耶稣有兴趣 可能都某些人听到了所传的一些道理 他也自语为基督徒 也在讲解圣经 在讲解弥赛亚基督的事情 好啦那以小弟的眼光来看 今天很多外教会的朋友就类似亚波罗 很会讲解圣经 有没有我们这外交的朋友在讲到 听起来有时候 只要你如果没有最小的听 是不是复合圣经 有够感动的 有够有内容的 听到白色楼白色地 甚至你财赛的方言出来 亚波罗就有这种能力 可是亚基拉白基拉罗听到 这个人很会讲道 可是他讲的道真的是全辈的吗 于是就把他接来去跟他见面 后来亚波罗接受了这一对夫妇 哇一个很会讲圣经的人 竟然接受了一对夫妇 只是做帐篷的 蔡奇亚你做工的啦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宣传福音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亚波罗自居 要亚居拉白基拉夫妇自居 我们虽然在社会里面 好像不是忠诚或顶层的 亚波罗算是社会顶层的 他是说话有影响力的 他神经是解经博士 你能够给你看到台下的教书和报书 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不是什么身份 我是基督的身份 我是真的说教会信者的身份 好 那你好了 我来亚电灵 那什么事情 不好意思 我有听过他的大名 你有教有名 你有教我说信经的 大家都都心理的 这样好不好 你如果万年听我讲20分钟的话 你说什么话 你在经验书下会听到的道理 很平实 很樸素的 不用引经据典 把它讲出来 剩下的呢 你要做什么 就交给神啦 这样懂吗 这就是干净啦 有时候我们考虑太多啦 为什么小弟这样讲呢 我不要讲 我注目过某间教会 也被引进去 建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也被引进去建大学的校长 我问你啦 我不是要建议配合我 我算什么 不要再说了 我台下医院而已 我去寄人双博士 我是一个位领多少 我去寄人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各位 不是因为我团得 是因为我知道 我是书家 前几场聚会讲的 是因为我知道 我就亲像亚居啦 白居啦 我是基督徒 我知道去我要讲什么 不是要跟你剖的位 也不是要跟你拎杀的位 也不是要跟你拎杀的位 我去就是 当时你和我这二十分钟 这样我冠军 跟他讲的话讲讲的 第一 我是真亚素教会的信价 是真亚素教会的感人 对于我今天来找你 是因为亚素基督的 人双跟人双 第三 我要讲的内容 就是我们教会来 对应我大教育 我存五分钟 一分钟说一行 感谢主 一世高 主要爱你 主要能带你 就走了 你知道吗 他们都来教会木道 因为我又说 我是什么卡销 你们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样子 所以讲的这个 所以也不用宣道座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宣道座的内容 这样大家听得懂吗 我们老是把自己 想成亚居拉跟百姬拉 就对了 他敢去建亚波罗 这样子有没有效 有 是谁让他有效的 不是这一对夫妇 撒种的是谁 浇灌的是谁 让他生长的 是他 归荣耀给他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亚居拉百姬拉 后来遇到亚波罗 所以亚波罗是在哪里 信主的 大家知道吗 从使徒心中看出来 亚波罗这个人 是在以弗所信主的 是在以弗所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的 七教会的第一 第一间教会 这里信主的 那后来亚波罗 在以弗所信主 又到哥林多去做工 所以哥林多前后出 才写到他 那我们刚才所讲的 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 我在做亚波罗浇灌 我有神叫他生长 那后来保罗呢 他虽然第二次宣告 回到耶路撒冷去 可是也正如他自己 当初离别时所说的名言一样 他说什么 主若许我 主那我们尊我 他特别都说这句话 主若许我 所以他后来又第二次 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了 那这一次就是扎根的工作了 如果亚基拉 把基拉夫妇 在以弗所引导亚波罗 也留在那边宣告 这一对夫妇做的就是杀种 那后来第二次 保罗又要出来宣告 第三次海外宣告 就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来 就真正是在浇灌跟扎根了 什么浇灌跟扎根呢 所以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第八节 那里记载保罗到以弗所这个地方 常常进会堂讲道一连三个月 时间关系不再远了 我远就真的不够了 在以弗所这个地方 丁丁进会堂 刚到连三个月 那各位想 他进的是什么会堂 原文里面那个会堂 不是基督教的会堂 是犹太教的会堂 真正去我们叫做梯馆 也不要讲得这么难听 就是去那里拯救他 面之在之 挂在心中的同胞 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外面 会的朋友也是这样 我是怎么说朋友 朋友 不管有时候他怎么给我们误解 不了解 我们是去跟我们招贪 是去跟我们说这 说那跟我们骑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看 他就是不得救的兄弟 我们也是为他们会的 是不是 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心态 保罗在那里延续 讲到三个月 但是同时不是顺利的 所以史图形状记载 也有阻碍发生 有人攻击 有人毁谤 所以接下来保罗就离开 他怕的是连累教会里面 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 但是接下来他离开之后 离开之后 就成了两年重要的事工 他本来想要离开 他离开哪里 他是离开那个会堂 犹太教会堂 他离开犹太教会堂 应该大家在攻击他 毁谤他的 他就不再走进犹太人的会堂了 他到哪里呢 他到以弗所城中的一栋建筑物里面 然后那栋建筑物后来成了很有名 因为他本来命名一个东西 叫做推拿鲁学房 推拿鲁学房 记载在书都形状里面 他在书都这间房间里面住了多久呢 就是他刚得到生活的地方叫推拿鲁学房 所以他也把它取了一个希腊人能够接受的名称嘛 因为希腊人最重是地是 又合文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好像我们现在宣道 我们也办什么生命体验营 也办医疗宣道 办什么 这个医疗或者生命体验 这种话都是一般 非基督教人士相对比较能够中心接受的 所以保罗他也把他的地方 他不是把他宣道中心 他如果这样两千年前 这个名字是福音中心 宣道中心 可能走外的人会比较少 我不知道 他给他学房 杂科学文的所在 杂科学文的邦间 推拿鲁学房 一旦要留留多久呢 使徒学乡说 使徒学乡说 一留就留两年 所以经格 保罗在 整个保罗在与福所 一带就接近两年多 接近两年半的时间 这就是小弟讲的 他在那里浇灌 让这里的信仰能够扎根 他一方面宣道 那当然那些基督徒是常常聚会 就像我们办圣经讲习会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 他一半办两年办的圣经讲习会 等于是杜神学院一样 那当然那里的信仰都扎根 需不需要这样扎根 保罗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但是我猜测 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安排这样 因为那个地方太恐怖了 那个地方是 当时罗马帝国的 麻祖 大名的地方 亚底米大女神 女神啊 伟大大灾啊 连犹太教区都变形了 基督教要在那里生根啊 等于在最黑暗的地方 最黑暗的地方 要设立一个最光明的据点 当然需要这两年半的扎根动作啊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以弗所 所以我们对以弗所教会的认识 除了从使徒行传 以弗所说里面讲的是内容 可能认识还不是那么多 因为那是保罗要传达的讯息 可是到这个启示录来 我们从侧面的了解 就是侧写 能够对以弗所了解更多 好那在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进入内文 启示录二章的二节跟三节 我们说启示录二章的第二节 到第六节就是本文 本文的第二节 一开始那三个字 有没有就是我们讲的 我知道 耶稣基督知道 知道你 你就是以弗所教会 就是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 他首先讲什么 行为 劳碌 忍耐 还有不能容忍恶人 所以主耶稣先讲 他肯定的地方 肯定以弗所 这个教会的跟地方姐妹 第一个行为 我们不用讲再多 前几节讲了不少了 好行为 符合真理的行为 神眼中的义 他们都有在做 所以一般的圣工 一般的圣工 或者一般他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应该要遵行的 就主耶稣来看 是对他们肯定的 这是就好教会 第二个 他们的劳碌 二节三节讲的劳碌 那这个劳碌是什么呢 二节的劳碌 加上第三节的劳苦 他共同的特性 就是第三节最后讲的 并不罚券 并不压生 你们这样一直落苦 你们这样一直落落 你们这样一直做 并不压生 就是说 你们没有停止 主耶稣肯定 然后这个在我们看起来 这就是一种恒心的表现 所以信仰不是一时冲动的 信仰也不是一时感动的 今天我有感动啊 我有感受的主要饮店啊 今天我要来教会 今天我感受生活 对的困难啊 脆心啊 没力啊 今天我都没帮助啊 今天不要去教会啊 这样不对 因为信仰是需要恒心的 就下定决心 跟从耶稣 无论顺利 无论逆境 无论平安 还是你生活中有苦难 你都要坚持下去 这个叫做并不罚劝 并不压生 这是主耶稣昆定 耶稣说教会 主耶稣肯定的地方 也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地方 所以这个啊 我们来看罗马书二章七节 我们请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 新约圣经 好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 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以永生报应他们 报应很奇怪啦 我就说 这本信仰中文好 本是百余当前的花文翻译的 有的义 念起来蛮凹口 蛮不顺耳 还不像我们这么白话到这种程度 好的 好的部分应该叫做报答啦 大家同意吗 我们跟普遍的用法是报答啦 说 你对我更好 我会好 我给你报应 怕死 对不对 那不是以恶报德吗 这个原文是同一个字啊 新约希腊文里面 这个报应跟报答是一个字 那就看你怎么翻啦 那以我们现在的使用型冠 使用型冠应应该叫做报答啦 因为报答我们都会想对它好过去嘛 报应跟想对它不好过去 大概我们的使用型冠是这样啦 神说会用永生来报答 他们 他们是谁 是我们哦 一切的人 一切哪些的人 就是第一个条件 恒心行善 那这个善还不是我们自以为的善 也不是外面社会 或跟其他宗教团体定的善 这里的善 这个字原文在拉出来 新约圣经里面的善 用最广泛 最广泛的一个解释 就是神言中看为好的 所以这个善不是我自以为好的啦 什么是好事 好事就是 一礼拜来能够在山上走的 好去运动一下才好事 所以恒心行善 每礼拜都说不要去运动 去变山 不是啦 行善就是我官司 可以多少就管多少 你管多少 你都没来信仰 所以你管多少有英姓 也是没有啦 那是你的感动而已啦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在主身上 有没有 我们从以前领受的观念 做任何事都要做在主身上 要在主里面 所以这个恒心行善 有他其他经文 已经解经的定义啊 是神眼中的善 好我们回归以弗所书信 启示录二章这里所讲的 所以以弗所教会也被主肯定哦 他们的劳碌 他们的劳苦 并不罚倦 这就是一种恒心行善的表现 也是我们去年 在跟各位分享西伯来书 圣徒的七种心的其中之一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那个讲义还留着的话 圣徒基本得救的七种心之一 就是恒心啊 他爱恒心 恒心 来为其信心 来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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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要提到了忍耐 所以主耶稣肯定以弗所教会第三点 二三节 日忍耐 那这个忍耐我们很简单讲 就是针对信仰上 以及环境当中的逆境和困难 信仰上和环境中的 有些我们忍耐的事是怎么样 是我们自己脾气不好啦 有些我们必须忍耐的事 是我们自己不听从神的话语 惹出来的麻烦啦 我们常常为这种事情 烦心跟忍耐 这样不对吗 这样也不能说不对 只是说 这个并不完全是圣经里面讲的忍耐 所以不要日子过得太平安啦 自己去制造麻烦 那这个麻烦怎么制造出来 就偏离了主的话语 没有遵照主的教导 没有遵照主的指示 以至在生活上惹出麻烦来啦 不管是经济上的 人系上的 会面上的 哇那这种忍耐你就苦啦 虽然主不至于离弃你 你要是继续回转归向主 主还会帮助你 但是那种忍耐真的很苦 可是圣经里面常常讲的忍耐 又讲忍耐到底必要得救 还记得这句话吗 忍耐到底必将得 必会得救 其实那个必是将啦 忍耐到底将会得救 那个忍耐主要是讲什么忍耐 不见得是我们自己惹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软弱惹出来的那堆麻烦啦 更常讲的有一个方向 虽然我生活平衡 但是我在圣工上的负担 我在传福音上面 甚至是我不得已 我都遵守一切神的教训 可是苦难就突然临到我的生命 试炼临到我的家庭的那种忍耐 那种忍耐你要特别坚持下去 因为那种忍耐最难忍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自己做不到事情 就是乌鸞島主 辽到虚泥了 现在连累到我家的人啊 你是不是很苦 你一定会很苦 因为你乌鸞島主嘛 我们不要说什么島主啦 辽到整 不要说就没太多听话了 辽到 连累自己 连累家人很劳苦 那种忍耐你会有忍耐 可是 你至少知道那是自己引起的 你哑巴失还脸有苦说不出 可是你在神面前还是抱有愧疚 主啊 实在啦 我就这样问真不听话 要热的这一生 我忍耐求你帮助我啦 你还忍耐得下去 哪一种忍耐最难忍 就是你根本上 怎么反省都感觉自己没做不对 你也很认真主意 也很认真基督 拼命做信价 打开住会当中 来出来的人都有得健康 向向出来的人 一个人打大杯 还是你只要去用欺负 你有一笔很大 我跟你说 那种苦啊 比你知道是自己软弱引起的更苦 你们能够体会吗 因为你怎么检讨 我都是照主耶稣的吩咐在过生活 怎么还有这么大的试炼呢 反省卖一些啊 比我不来祷告 不常祷告不来教会 更不尽浅的 怎么他们这个 别说站在那里落屁啦 怎么过得都比我还平安呢 你心里面会不会心怀不平 会哦 你会想不通啊 不只你想不通啊 连旁边有些弟兄姐妹都会为你打抱不平 说啊主要说怎么会这样啊 你啊主要说怎么会忍耐 会不会 会 那种才是最需要忍耐的啊 最苦 因为你怎么反省都察觉不出需要改的地方 你能理解约伯的苦苦在哪里了吗 约伯啊 他真正的苦是苦在那个地方 我们说因为你注意你注意 如果我们人家他这样我们不注意吗 我们不想说 主要说我做活都来 信价都来 让他们做每天都去到三四点钟 我们对这个事情 你注意 我们都会话语 没有我们不要认为他自意 那就是约伯的那种苦 苦到苦的不得了 还有三个朋友来责备他 你一定是哪里犯罪的 不让我们知道 真的要了人 那忍耐到底 那我们看回来 以福所教会神肯定他的第三点 就是启示录二章二三节 都是他会忍耐 所以他以福所教会的同龄 他对于信仰上跟环境中的逆境跟困难 他的表现是正面的 好 在接下来第四点 这个不能容忍恶人 我们看回启示录一章 二章 那这个不能容忍恶人 在第二节提到 我们就不清楚什么叫做恶人 那后来第六节 马上就解释了 这里以福所所说的恶人 大概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戈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这里恨恶 恨恶 我们就来想 我们现在要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部分用比较多的时间 恶人 第一个定义 定义很重要 不然我们就把我们讨厌的人 全部归类为恶人 我都知道我们解释的 我们自己恨得很高兴 然后教会里面有纷争 会不会分门别挡 结果那个真的是恶人吗 我看我们分门别挡的 才是真的主耶稣眼中的恶人吧 所以第一个定义很重要 所谓的恶人是什么 不是我们自己去定义的 常常说话都给我交谈来 那拍人 这个不是讲那个 言语难免会有纷争 连弟兄姐妹都会 连夫妇都会 更何况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会不会 我们里面有那一世人 老婆都忘记过 你牙手并走 因为要来问你的见证 我买做牙手基督 他们要带你做见证 不说你的名字 连我们教会总会一大堆传道 我问过 没有人夫妇没有吵架过的 你说中乐团都会这样 怎么会 连生地也有人能接到性情 是不是 一定会 更何况是 所以不是那种言语上的 不是那种言语上 恶人在这里定义什么 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思考 这是第六节所指的 尼哥拉一党人的那种恶 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那我们继续再想 那个恶人可以恨物吗 不能容忍吗 你看第一封信 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对于他特别定义出来的那一批人 他给他一个称呼叫恶人 也是主耶稣眼中的恶人 好 这个定义先放旁边 但是这里用到的几个字 叫做恨物 第六节的恨物 第六节的恨物 还有第二节的不能容忍 不能容忍的原文是什么 结果不赦免 结果不赦免啦 这样听他就很刺激了 大家听得有吗 因为容忍 我问大家 如果你没有听到小弟的这种解释 我问你中文说赦免跟容忍 这两个字词你会不会认为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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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敏感 这样是你有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什么 基督徒最大的功课之一就是要会赦免 有同意吗 所以啊 你要得罪你的 你要赦免他七十个七次啊 知道吗 我们经常说 这样就是赦免 就是一直无限赦免下去啊 好 我们要趁这一封信要好好理清清楚啦 可是主耶稣 主耶稣说 以辅所教会的第四个优点是什么 是因为他懂得不赦免 而且他懂得恨恶 继续来想 你现在不能走 走啊 变公义端 你要听到尾了 基督徒我们被称为爱的使徒 因为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那爱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 所谓真理的爱的几个范围 第一个讲的就是爱是凡事包容 那请问我再问一句 包容跟容忍 如果你现在不读到这里 我特别这样再挑出来讲的话 你会不会认为包容跟容忍是差不多的 你都没人在头上头喔 是把头腰好来休息了 包容跟容忍 我告诉我 我问过很多人 他们都认为差不多啦 你包容一个人跟容忍一个人 不然做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应该差不多嘛 对吧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爱的其中之一 第一个讲的就是凡事包容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爱神爱世人 我们基督徒也要爱弟兄姐妹 也要爱世人 所以我们自然就等同于 就是要包容所有的人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想过 我们是爱 又讲包容 好 接下来我们要想下去了 这个今天我不翻了 写在讲义里面 比如说前书十三节 十三章第一节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第一个讲的就是凡事包容 好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我们来看 也是在讲这件事 我们请看新约圣经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要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阿们 这里有没有提到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这两个字应该到该说 哥罗西书 四章十二十 三章十二十 跟道开讲 有没有 所以我们认为 一个好的基督徒 標準的基督徒 是不是对所有人 都要保佑 要下勉 会这样想 有没有 会 这样是对的 我先说这样是对的 但是你注意什么 赦免七十个七事 赦免的对象是什么 还记得吗 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会记得吗 是有条件附带条件的 彼得问主耶稣说 若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该赦免他几次呢 我的弟兄阿 他不是说 如果有恶人得罪我 神眼中的恶人得罪我 这样清楚了吗 所以七十个七事 无限的赦免 第一个你要先讲主内的弟兄姐妹 结果我们常常是怎么样 我们赦免我们身边的人都比较不赌 你赦免和我们无关系的人都比较不赌 你听得有没有 因为他得罪的 他上海得罪的不是我 赦免啦赦免啦 万佣啦万佣啦 叫人万佣都很快啦 对吧 如果自己在教会里面 去跟家一遍两遍 说话 你无头户来五次 他会把你大小生 说话给你赦免而已 我看他不用说七十个七遍 三遍就很拼了 因为我传道常常要处理这种事 奇怪怎么这样子呢 反正我们最亲近的家里面的人 有时候是夫妇弟兄姐妹 很难饶恕包容 对外面的人总是充满了饶恕跟包容 会这样吗 教会里面的那里 现在当天久了 二三十年很难饶恕包容 还有人这样刷教会 你敢知道 我都渡过了 不是刷去北京教会 刷去我们其他所在 真的刷教会 怎么在饶恕其他外面的基督徒 都很包容 不对嘛 主耶稣讲的是 你的弟兄又得罪你啊 所以第一个啊 我们要饶恕七十八十八 是最亲近这 我们出来的啦 我们当年 但是我们常常点到头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哦 这里讲说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都怎样饶恕人 那我问大家 主有饶恕 主会饶恕所有的人 但是会给所有的人 同样第二次机会吗 还有对那些 纯心悖逆神的人 其实就后面说最多啦 其实就后面说 真的那个七灾七完都下来的时候 就是那最可怕的灾祸都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啊看到神也显现啦 荣耀也显现啦 天军天兵都显现啦 天使吹完浩筒啦 大灾祸都下来了 照理说 照我们想应该要认识神的可怕要 信从悔改嘛 对不对 我们想是这样嘛 没有 其实都说不是这样耶 那些人开始怎么 开始救命神耶 我以前他还不知道 说真神是亚蜀啊 现在知道我爸的都是嫁啊 真神是亚蜀 这亚蜀是真神 他还讲这个材的 和我家里的人 开始做主神耶 那我请问你 那一批人后来神有赦免吗 没有 不要以为神是无限的赦免 不是神不是无限的赦免 因为神如果无限赦免的话 就会变成神学上另外一个论点 叫做普救论 普遍救赦 普遍救赦 救赦到后来 没几三年都会成天国 你在天国 你也会对着心云法师跟正言法师 在那三少女谁的你都遇得见 因为只要是神创造 他都无不救赎嘛 那不对啦 真正不是这样写的 好我们拉回来 连神都有无法赦免的对象 所以我们就要理清清楚了哦 圣经里面希望我们基督徒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圣经里面希望我们能够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不是无限的所有的对象 不是这样子哦 这样有清楚了哦 不是哦 我们不用想得想到想不到 想不到我们生的步文 我们在内地都一直想出来 心爱我们第一个步文 在内地都服用了 如果我们真的都做到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之中被伤 有被伤害了 不管他有意无意的 我想都有時候會有那種感受 小弟也有 你不要來做做團隊多大 只要中套他就要了 我媽媽受傷害的感覺很多過 可是我總是轉個念一想 不管他有意無意我也不追究 因為主耶穌要我順便下七十個心事 更何況呢 他對我做的也不至於上不了天國 他也不是挑工吃火、煩甘明 還是你拜五香是不是 只有這個是境界不該做的 那他做的做的什麼樣 或許是主給我的試煉 或許是主要讓我成長 那他有一天 我們在天國見面的時候 總是也要好來好去嘛 對主內的同理也是要這樣想啊 我們繼續往下看嘛 我們在想一個問題 藉由第一封給以弗所書信的 第二節跟第六節 主愛一切的罪人 所以我們也愛一切的罪人嗎 那如果我們 如同接續剛才小弟講的 我們對某些人 什麼某些人 類似這裡 第六節的尼哥拉一黨的人 不能容忍 或者說恨物的話 是不是就是不合格的基督徒 好 我下面的講義 給大家有查考一些關於容忍的這個課題 這個大家自己看啦 時間關係我就不再講了 我希望趕快把第一封書信先講完 我們繼續再想喔 這裡是第二章 叫做我們再看一次第六節 主耶穌肯定教會是因為他恨物 好恨物如果給各位解釋 你會怎麼解釋 我們會好心好意的去淡化他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講過了 我們都認為基督徒只能愛不能恨 那為什麼有這種觀念呢 很多經文會造成我們這種誤解 因為告訴你說 人若恨自己的弟兄 就是不屬於光明是黑暗的 等於是殺了他對不對 問題又來了喔 是恨弟兄喔 有沒有說恨神恨的人 沒有喔 所以要記得喔 不能自己無限解釋 所以只要恨人就是不對 恨人就是不對的 所以經常就要考慮這個字嘛 第六節的恨物 其實我們為什麼淡化他 有些人說團頭那不是恨啦 那叫做討厭啦 因為有誤嘛 誤就是討厭嘛 可是我告訴各位 啟示錄二三六節的這個恨物 這個新約希臘文的原文 它就是只有恨沒有討厭 在其他所有新約的經檢裡面 全部翻成恨 所以這裡多個誤 就會讓你有可以淡化解釋的空間 其實它就是混 這樣再說出來 亞蘇坤定 英蘇教育 在那裡之外的一個表現 就是 他們知道混耶 啊為什麼知道混 因為亞蘇說 這也是我混耶 好啊現在說得比較刺激了喔 亞蘇會混嗎 沒有 有人問海淘啊 你這個標準的基督度的中部 主要所紀念你的 對啦我就是要說這個觀念啦 亞蘇有混嗎 沒有嘛齁 但是這亞蘇說的耶 他也混耶 他也混 你過了一棟的人耶 我問就是婚耶 我不要再黏一黏文了啦 我問大家一句話啦 我問大家一句話 如果耶穌不恨某些人 難道他是因為愛他 才把他丟到地獄去嗎 你們誰會做出這麼殘忍的事 我好愛你喔 你去地獄 這樣是不是有 如果神 好我叫他不要講耶穌這麼刺激的耶 因為大家這個觀念還要更釐清 如果神 他沒有到 慕悲滿意 不是福悲滿意 他沒有恨一些人的話 難道他是因為太愛他們 所以把他們全部丟進地獄去受第二次的死嗎 這樣你們想有 神就是愛 但是神那個愛 有時候要保護他所愛 他必須要處理 還是分一刀 要來把他吃掉那些愛的人的東西 包括五生 包括社群 包括某些緊對某鬼的人 這樣聽到嗎 我說台語比較小 你在看第六節 這是耶穌講的話 這是耶穌的啟示 因為這也是我所恨的 神就是愛沒有錯 不代表神不恨喔 神赦免一些人沒有錯 但是有沒有神不能赦免的 有啊 就是褻瀆聖靈的 我們如果這件事不通 我們整個生活都會亂去 那我接著再繼續講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節會更清楚 本來是要後面講 我們拉到前面來講 我們請看二章十九節 二章十九節到二十節 這是寫給推雅推拉教會的信 第四封信 我們先看第四封信 我們看二十節二十節 二章二十節 就是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 約喜別 教導我的仆人 引誘他們行奸引吃祭偶像之物 阿們 各位先來看二十節 我要責備你的我是誰 對耶穌 你是誰 推雅推拉教會的弟兄姊妹 在這裡耶穌責備他們 責備他們做的什麼事 你容讓 我講這個又是翻譯的 這個容讓你又會往淡化的去 那當初這樣翻譯的人也是想淡化 為什麼想淡化 因為沒有真理的聖靈 這個容讓原文就是赦免那個字 其他信約經文全部翻成赦免 你們繼續在想二章二十節 我記住 寫免人 天堂起來耶穌給我賣 這樣聽了有沒有 你這個裝起來看 你要得出一個很正確的道路啊 二章六節 耶穌肯定 教會恨一種人 然後二十節 耶穌責備 教會你去赦免那一種人 阿你還這樣聽不 我真的沒辦法了 我說這樣不夠清楚嗎 也就是基督徒不是爛好人 因為你爛到後來就無所不愛 你無所不愛啦 你就會超過界限 這樣聽得懂嗎 你超過界限就會向人家外邦人責備我們的 我說外邦人就是真耶穌教會以外弟兄姊妹其他基督徒啦 我們曾經有那個 有那個 有外教會的某某某去愛上我們教會的年輕人 愛啊 愛就希望我們愛嘛 能夠結婚嘛 結果那個年輕人從小受結婚到教育 他就很委婉的跟那個對他施愛的人說 對不起齁 我們一定要主內聯婚 阿你也基督徒會基督徒剛剛主內聯婚 那沒有 我們主內聯婚還是要完全同一個信仰的內容 所以我必須跟真耶穌教會的其他 同領結婚 你覺得這個年輕人他這樣好 還不好喔 哇這我跟佳恩傳道說一下 你這道理好像不說 我問一下年輕人 你覺得他這樣說得有失蹤 有人在很努力追求他 是其他教會的 這我講時間 我講不完也沒辦法 這我一定要講 好不好 對啊 外教會的年輕人 哇 百分之三百積極在追我們主內的年輕人 我們主內基督徒 知道他在追求 我就先跟他表明啦 說我要主內聯婚 不是跟其他教派的基督徒 而是要跟我們真耶穌教會的 因為這個我們信仰才能同富一二 是完全一模一樣 不然我要守安息日子 你守主日 我說要這個進水的大學禧 你說這滴兩滴 弄到後來都在完結 這樣婚你怎麼會行 好對不起 那你去另循幫朝啦 哇不得了耶 好 你說 那年輕人來我們教會的網站啦 開始鬧耶 好 引進句典 聖經 聖經 聖經他也帶到很愛的啊 神就是愛啦 神就愛成人 愛就是凡事幫我凡事 你們正耶穌教會還是基督徒咧 好啊那每天來夏文中每天都在賣 從中六中付錢賣到在台灣賣到 賣到信仲賣到沒一條條啦 我怎麼把那個留言辦給他關掉 我是怎麼說這個 因為齁當你無所不愛的時候 你就不會堅持什麼叫做主內聯婚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說 我們問大家 你因為董姓蘭在教會內賣婚這樣可以嗎 啊你如果再鬥頭真的我要跟家人傳道說 啊你害啊你 但是你怎麼知道有的教會是可以在婚圈裡面 把董姓蘭的人賣婚的你知道嗎 啊他打的什麼名號 因為那個教會外面就寫了四個字 神就是愛啊 啊當你的愛 我問你啦 他們怎麼結婚啊 甚至有外國人和人生結婚的你知道嗎 你怎麼覺得很奇怪喔 白歐那是合法的喔 和人生性性交啦 和人生結婚啦 這是我們發言這是違反風俗道德嘛 在某些國家和地區是合法的 我問你啦 這個事情我現在講到這麼明明了啦 和人生結婚和東姓蘭結婚 他們都打到什麼名號你怎麼知道 愛 你們聽到有沒有 他怎麼說我很討厭 他為什麼要結婚 我就愛他嘛 我賴傳道就很愛這個弟兄太愛啦 走我們去結婚 啊也是愛啊 啊不是神就是愛嗎 這樣你們應該有聖靈有地區聽到有啦 當你如果全部都講愛 愛到已經超出神的界限啦 我們來看一個經節啦喔 來一起來看約翰二書第九節 約翰二書第九節 三百五十頁 小弟念喔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 不常守著的就沒有神 常守著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 阿們 大家注意這一句話 使徒念怎麼講 我們先注意基督的教訓嘛 基督的教訓就是真理 就是亞蘇煩惚的威 這樣有同意啦齁 我們常常對於基督的教訓 例如小弟 常常有一個感受 就是覺得自己做不夠 你要團服人啦 你要這樣人 怎麼做啦 怎麼學生啦 經常我這樣基督反省 我都感覺自己 比較做不夠 叫做不足 我不曉得諸位長輩統領的感受 可是這裡講的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況喔 第九節 這都凡越過 越過這個原文的意思是什麼 更更明顯耶 那原來那個遺立文的意思 是兩個遺兜的啦 在頭前住命啦 他翻成越過 他原來原文的希臘原文 在前頭帶領的 我問大家 是羊群在帶領大墓人 還是大墓人在帶領羊群 蛤 有些羊啊 他太厲害啦 他不是跟在墓人的後面啦 他是跑在前面來 墓人跟著我 什麼意思 這個叫做超過啊 我們通常是做不足 這樣有理解嗎 亞蘇跟我們看過 我們覺得自己做不夠 對不起去煮亞蘇 去煮亞蘇 幫助什麼不用 但是有這種人啊 他是做到超過亞蘇 親情在頭前 你帶頭 跟亞蘇做帶頭的啦 什麼 通常我們來講就是 剛才那種狀況 愛 哇 所以你如果今天耶穌 像兩千年前突然 道成肉身來 你不知道他就是耶穌的話 耶穌講的話跟做的事 站在這種 非常有愛心的基督徒旁邊 你會覺得亞蘇有夠不愛心嗎 因為 那種基督徒什麼都可以下勉 亞蘇有夠不可以下勉 亞蘇有夠不可以下勉 那種基督徒什麼都可以愛 還可以在火灯裡面 把動性亂證分 但是亞蘇說不可以這樣 我不要再舉下去了 這樣你們聽到嗎 耶穌來了 站在這種人前面 耶穌被超越啦 被超越啦 可是使徒耶穌說 你不是做得太好 我肯定他耶 說 就沒有神啦 你這做得太超越 愛愛得太超越 做得太超越 連 不應該愛的 你如果都愛下去 不應該下勉 你如果都全下勉 這叫做含無神的人是一樣啦 所以人看見你很敬虔耶 看見你有夠敬虔耶 這不就是我們今天 部分基督徒朋友的通病嗎 不守安息聖日也沒關係 不這樣洗禮也沒關係 同性戀結婚也沒關係 離婚也沒關係 什麼都沒關係 因為神就是愛 然後七十次 七十個七次的赦免 我們現在尾桃再說來喔 所以我們在看回啟示錄二章 我相信你們懂啦 因為我們都同一個零啊 這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問題 就是啟示錄 所以啟示錄二章的六節跟二十節 就是一個很大的反思嘛 本來赦免就是那個容浪 原本是赦免 誰要人 這就困釁的 頂到去也要贏 本來分人是要贏 頂到要贏 困釁 因為這你就不能單從這個動詞來定義 你要看他的對象啊 對象啊 所以我在今天上午結束之前 跟大家分享喔 一個簡單的觀念 我們下午再繼續來講 尼哥拉一檔 還有第二封書信喔 一個什麼樣的觀念呢 信主耶穌 如果要對主耶穌忠心的話 我講五種狀況 既然講到愛跟恨了 那現在講到這樣子 我希望你們能理解 我再問一句話喔 主耶穌有沒有愛 有 主耶穌有沒有恨 有 如果你以為神就是愛就是沒有恨的話 那就沒有末日沒有地獄啦 好主耶穌有愛有恨 那現在輪到我們喔 我們都是耶穌的溫度 我們都是神的 日路是不是這樣 好 這五種狀況你就分析啦 第一種 第一種基督徒 第一種人是 不愛主所愛 也不恨主所恨的 這第一種 主愛什麼 感覺什麼事情 耶穌分什麼人感覺什麼事情 只要我喜歡我自己過自己的生活 第一種人 那些跟耶穌無關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出生就出生 還是怎樣 你如果這樣啊 你就是跟耶穌無關的人 因為主愛你也不愛 主分的你也不分嘛 就是這樣 第二種類呢 主耶穌愛的你也愛 但是主耶穌恨的你卻不恨 有這種的嗎 有喔 很多人喔 我愛主耶穌愛 主耶穌分的 你們家的事情 反正我都喜歡 這樣整齊了 好 這一種叫做第二類 叫做軟弱不完全的 因為這樣不對 耶穌會不會喔 耶穌會不會 好 那樣可以唱個分析的第三種 第三種 主耶穌愛的 就是他講 他希望我們怎麼樣 主耶穌愛的你也愛 可是主耶穌恨的你也愛 那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約翰二書第九節的那種人 和無神一樣 做軟弱了 主耶穌愛的你也愛 連主耶穌粉的你都愛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包括那些那些以外 這種的就是做軟弱了 約翰二書第九節說 就沒有神啦 你雖然性感這樣 那大家抓著你多勉強 在神感說 你如果無神的是一樣 在頭上去戳頭 第四種 主耶穌愛的你卻恨 主耶穌恨的你也恨 你的生活 又很公義 想說什麼都這樣 憤憤不平 家人這樣不對 那些人不對 我家人那些什麼人不對 然後主愛的你卻混 主婚的你卻對著混 那憤青還是文青的 有嗎 我說憤青不是那個憤喔 是充滿了憤恨的青年啦 這結果什麼 這結果另外一種神過的公義去啦 無敵可憐 不慘 他的生活很辛苦 第五種最後一種 第五種最後一種 主耶穌愛的你很愛 主耶穌恨的你也恨 也就是你的愛恨完全都是 隨著主耶穌跟主一樣的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忠心的仆人 神所愛的人啊 小弟這樣分析 希望說對大家有著重 要進一步去思考啊 不然後來我們會充滿疑惑啊 傳到我們今天書教會好像比較沒愛心 那些什麼都可以的好像很有愛心啊 你要愛心不一定去找外教會啊 詩季他們也有師班在唱愛的啊 亞斯文亞斯季啊 你信不信星雲大師 某些地方都比我有愛心啊 因為他至少不吃牛肉 我還吃牛肉啊 他也愛牛啊 他的愛不像我 我也很愛牛 我是愛牛肉 我愛吃啊 沒有啦 那不是那個意思啦 大家愛想啦 好 我們早上就先分享到這裡 我們一桶來唱詩 讚美詩三百九十六首 三百九十六首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 宗盛